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蝴蝶蓝小苗在新栽种的时候呢,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。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消毒杀菌工作一定要做好,不管是盆还是植料的话都一定要做好这个杀菌消毒处理。 如果杀菌消毒处理没有做好的话呢,就很容易感染这个病菌虫害,会影响你这个小苗的生长。 所以呢,这是第一步要做好杀菌消毒工作。 第二点就是不能够过多的浇水,盆土呢最好就是偏干养护。 如果过多浇水,因为这个小苗的根系是相对比较弱的,如果我们过多浇水很容易出现积水难根的情况,最好就是呢盆土偏干养护有利于它长出新根出来。 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放置地方呢非常重要的,我们最好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半阴通风的地方养护,不能够强光直射,也不能够呢过于阴暗, 要不然的话会影响叶片进行光合作用,所以这是第三点,放在半阴通风的环境养护。 第四点呢就是小苗在栽子之后呢,我们不能够马上施肥,因为它现在正处于浮盆期,如果我们施肥的话呢,很容易产生肥害。 我们要施肥也最好就是在你的蝴蝶兰呢,这个小苗啊,栽种一个月左右,我们才能够给它进行施肥。 施肥的话呢,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浓肥,我们最好可以用这种专用的有精养液,将它稀释之后呢,然后分液或者是灌根都可以。 但是要注意浓度一定要低一点,所以呢,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栽种的蝴蝶兰小苗,我们的养护需要注意的四个要点。 好了,我们下节见。